欢迎收看谈古论经画中医 科技时代来临 平板电脑还有手机的使用率 普及率也越来越高了 很多人都成了平板的滑手足 这样会造成肩颈酸痛 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 也会造成肩颈酸痛 今天就要与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保健我们的肩颈 很高兴邀请到蓝士哲 中医师来到现场与我们分享 蓝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滑手机 那还有哪些工作类型的朋友 容易得到肩颈酸痛呢 肩颈酸痛它在现代人 算是非常常见的 那我们一般在平常看诊的时候 最常见的就是上班族 因为上班族 现在大部分上班族 都是要长时间的使用电脑 那打电脑的时候 有的人大概知识的问题 他可能会容易出现耸肩 然后或者是不自觉也打着打着 就是头往前倾 对头就往前倾 那头往前倾 整个我们的肩颈脖子 这边肌肉都会被绷紧 然后久了下来 就会变成肩颈都非常紧绷 很僵硬酸痛 所以其实是肩颈没有放松造成的嘛 然后加上他姿势是往前的 因为他长时间的工作姿势不良 然后就造成他这样子的紧绷的状态 那除了上班族还有滑手机 那还有哪些族群呢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现在俗称的低头族 那低头族并不是一个 现在才有的名词 我们现在讲低头族都说 我们长时间现在都流行看手机 在坐捷运上就很多人低头看手机 那当然低头你这个脖子 整个肌肉都是处于紧绷的状态 那另外一种是属于职业性的关系 比如说像外科医师 外科医师他需要长时间的这样做手术 都是低头 对 然后另外一个职业是牙医 对 他们常常这样整理病人的牙齿 对 他们职业的关系都必须 一定是这样操作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一个病人他就是在修理手表 所以他也要很细致的看东西 对 像那种处理细致作业的 他需要长时间盯着或是保持这种低头姿势 这种就是真正的低头族 那我们的劳工朋友应该也算对不对 对 劳工朋友也是 他们就是真的是很常常负重 就是常常会用到肩膀去负重 然后包括一些你可能要挑东西 或者是常常弯腰的这种吗 对 所以只要是运用手臂都有可能 对 像清洁人员 他们有时候不是只有站姿拖 他们更多时候是擦洗窗子 所以手都是属于举起来的姿势 那这整个肩膀都是属于一直紧绷用力状态 你突然想到 那这样那个当兵的不是常常会 那个举腔不是常常会很痠痛喔 对 所以阿兵哥最常来就是要痠痛贴补 真的 对 所以他们其实要很筋的时候 这个肩颈其实都是要用到力气的 对 所以长期下来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肌肉上 他已经有点受伤了吗 还是什么原因会造成他肩颈的那个 一般来讲我们这种紧绷的痠痛 有分急性跟慢性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都是属于 长期的一个姿势不良 或长期用力导致的紧绷 那这都已经变成一种慢性的紧绷疼痛 那因为你 因为姿势的关系 你一直紧绷用力 然后久了它就难以放松 你如果每天没有把它按摩 把它松开的话 久了就是绷在那边 是这样它不会自己经过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那个疲劳逐渐累积的话就很难一下子恢复 所以你说急性的话呢 是突然间突然拉东西或什么那种 都是一个突然的外力 比如说突然拉东西 或者是突然一个 比如说你骑车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 然后或者突然人家叫你突然一个转头 紧急刹车也会经紧那个突然 你脖子如果闪到就是拉伤了也会造成这样子 这我第一次听到耶 对这临床很常见 真的 骑摩车然后刹车然后闪到 那这跟我们绕疹是不是有异曲同工的 对很接近 所以我们绕疹其实也是我们长期还是说不小心姿势去造成这个肩颈的酸痛 绕疹的话它是也算是一个急性的我们脊椎跟那个周边肌肉的紧绷的损伤啊 那它其实它的原因很多 然后我们常说绕疹是说你枕头从枕头上掉下来 然后导致这样子 当然那是一个原因可是通常你会引起绕疹都是你的颈椎的结构稍微有点移位了 然后在那个错误的姿势你颈椎的肌肉过度伸展或屈伸的情况下 它肌肉就是损伤颈绷就造成 颈椎移位它是突发的吗 还是因为姿势不良然后慢慢 对通常都是一个姿势不良 像我们刚刚讲的低头族或者是电脑族那种就是不自觉的我们头会往前倾 那久了就是颈椎会有点移位 所以我们一般人不会发现我们自己有这个问题吗 如果它没有疼痛之前你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疼痛就代表它已经有移位的现象了对不对 对是一个颈讯 那我们在处诊的时候找脊椎两边 通常它移位的那一点有旋转的那一椎 所以你按压下去都非常的痛 所以一般如果它有颈部的痠痛 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呢 一般来讲就是你会持续觉得好像 这边就是紧紧的重重的 然后你在转头的时候就没那么流利 会卡住这样吗 会卡住 然后尤其是像绕疹是最明显的 因为它急性的 你本来都是很放松的状态 突然一觉醒来突然不能动 有的人它是点头就是抚痒 抚痒会受限 那有的人是左右会受限 所以一般如果在临床上 它只是纯粹的肩颈痠痛 其实应该是很容易治疗 对应该只是单纯的按摩放松肌肉 其实就可以缓解这个症状 所以您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如果它每天都没有自己去放松它的肌肉 它会造成累计再变成一个慢性的疾病 对 变成慢性就按压都没有弹性 就像石头一样这样 所以一般我们上班族回去 最好就自己要每天自己要学会去放松自己的肩颈 对 那更重要的是你工作时候的姿势 比如说像你打电脑的时候 你可能要调整桌子的高度跟椅子相对的高度 可是一般桌子高度不都固定吗 办公桌不都长的那样吗 对 那你可能椅子就是要调整一下 有的人它是变成桌子太高 它变成它在打字的时候 手都要这样子 所以我在动的时候 我其实这边是没有用力的 对 你是肩膀是放松 站着再打字的 那要很挺欸 对 因为一般我们这样 或是因为萤幕如果比较低一点 都会这样往下看 那就很不自主会往前啊 对 所以久了就会有问题 我突然想到 我觉得古人念书就很有意思 就是以前看那个电视 它们都这样 但是它的书一定都打这么高 对 跟视线齐平 绝对不会有肩颈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学它们这样 拿着平板 所以古人他们就是 坐姿都很讲 就要端正 是 颈正腰直 这样子看数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是 观众朋友呢 我们现在呢 要保护我们的颈椎 所以呢 现在现在是休息时间 但是还是请大家呢 我们做一下肩膀的运动 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要如何保健自己 对于每天要上班的朋友们 肩颈痠痛的确是很烦恼的 那么接下来我要请问一下医师 就是一般我们肩颈痠痛 中医是怎么样去治疗的呢 我们一般来的 如果我们是会先诊断 它到底是属于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是会 通常会先促诊 了解它是哪一块肌肉的问题 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脊椎 比如说颈椎 胸椎 腰椎 所以有没有其他错位的状况 所以一般肩颈痠痛是纯 还是会因为 譬如说我感冒的时候 也会腰痠背痛 也会觉得痠痛不舒服 所以也会分说它是纯粹的肩颈痠痛 还是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吗 当然我们是会问说 有没有感冒的这个 当然感冒的症状是很明显 比如说它就是会开始喉咙痛啊 鼻子不舒服 后面就是肩膀都紧 脖子都紧起来 那这种是属于风 我们一般中医讲风寒型的 那风寒型的话 我们就是会搭配一些 在像葛根汤这类的方剂去搭配治疗 所以那其他的部分 也是都跟一般肩颈痠痛一样吗 譬如说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帮它减轻它的肩颈痠痛 那我们最常用大概都是针灸 针灸的话 我们就是会挑一些重点的穴道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中阻穴 中阻穴是在这个 第四掌骨跟第五掌骨中间的这个穴道 按下去就可以感觉到吗 按下去会非常酸痛 没有 你两指可以扣在一起 这样按下去会很酸 没有 那要不要帮你按 不用好了 如果自己按不行就是可以拿个笔 约字笔的 或是那种钝钝的那种笔尖可以去按压 所以它是距离大概一个指头宽吗 还是往下是哪里 这是两肢脂骨的正中间的凹陷 这个是手扫痒三胶肌 那是通到我们脖子的两侧 当你脖子两侧会不舒服的时候 通常会用这个中阻穴 那这个穴道我在临床非常的常用 因为通常落枕的病人 就是用这个针去治疗 左边通就是扎右边 它是对应的 用扎对侧的 那除了这个穴位还有其他穴位吗 还有一个穴是后膝穴 后膝穴 后膝穴 然后这个穴道它是通督脉的 大家知道督脉就是我们脊椎正后方这一条 所以它会通到脖子整个督脉 所以是后颈这边 对 后颈也会 酸的话就是这里 对 其实这个穴道平常压 不容易感觉那么酸 所以我临床更常取代是用腕骨 再往下一点 对 往下一点 在我们腕豆骨上方 这个地方按压的感觉会更强烈 那一样有通独脉的效果 那我之前有几个病人 他不敢针灸 我就直接用这样按 他就是也是一侧 然后就是绕枕 然后不能动 然后我就是帮他按压 但是按的 他感觉会非常非常酸痛 然后就是好像全身都脏 出汗的样子 所以其实针灸 是更立即有效的就是 对 针灸 当然我们可以比较细腻的去操作 然后还有搭配不同穴道 根据它的状况去调整 除了这三个穴道 还有哪些穴位也是 还有一个自己最常按 可以按到就是风驰穴 就是后脑勺 后脑勺 下面一点点这样 对 风驰穴就是 就是这一个 它是在我们 胸锁乳突肌 跟斜方肌的交汇点 然后这个穴道 一般你感冒头痛的时候 后面痛大概就是痛在这个点 所以按压的时候 会有非常明显的酸胀感 然后你按压的时候 这整个 大概整个脖子肩膀 肌肉都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 那你会建议你的患者去 所谓的泡温泉 或泡热水澡吗 就是让肩颈的部分 躺在水里让它松弛 如果是那种慢性肌肉的疲劳的 这种患者 或是长期累积的 那泡温泉就很适合 但如果是急性急肛 发作受伤 有红肿啊 这种就不太适合 所以平常我们也可以用热服来 对 让我们的肩颈是保持松弛的嘛 对 所以上班族如果他一边 这两个贴那个暖暖包 然后一边打电脑 会比较好一点 是啊 真的因为现在上班族 我们都在冷气房里 那其实中医讲这个肩膀啊 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是猪羊智慧 所有羊筋都会从这边经过 那你如果受寒 他的经络就会凝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上班族 说会常常肩颈酸痛 跟冷气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多患者 他就是刚好坐在冷气口下 所以他每次都来 都是说后颈很痛 所以其实有一个方式 我自己觉得尤其是女生朋友 最好带一个围巾或是一件小薄外套 因为有时候你根本从外面进来 其实是很热 可是我们毛细孔其实是张开的 有时候很容易就突然间 好像会冷 而且他会突然间觉得头晕晕的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 批一件那个围巾或外套的话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现象减缓 就比较不会直接吹到风 所以我刚刚说头晕也是因为风进去造成的吗 对 有的人甚至他是整个头痛 他后面肌肉一紧绷抓起来 你就整个脸带头就痛上来 所以很多人他在抱怨他头痛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观察 大概有六七层都是因为肩膀紧绷造成的 就是因为这边瘦了凉 那脖子呢 有没有关系 这种脖子会紧绷通常都是你常常在提中物的人 用力出力 用力出力的人 他整个内侧曲细群都是紧绷的 其实我想问的是说 如果脖子这样空空的 会不会也是造成肩颈痠痛 就是他遭凉受寒的 正面的吹风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会造成咳嗽 了解 后面颈是吹到后面的 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保护我们的后颈 对 后颈部 所以临床上的病患啊 他们是长期性来的吗 还是说真的他回去之后 他的肩颈好了 他以后就复发率就会很少 大部分都是会长期反复来 因为他好一阵子 可是因为他工作形态就是那样子 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需要再来 所以这样子医治好了 他可以撑多久 要看他平常的工作形态 所以有可能 可能是可以到一个月两个月 这种长期 然后就是舒缓了之后 然后我就可以做比较长时间的那个 就是肩颈的运动啊 可以保健之后 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复发了 对 是 那观众朋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教大家如何做肩颈的保健操 人家说熟能生巧 我相信我们的肌肉也是越用越灵活 他可能承受力也会越来越好 那这样我们的肩颈呢 就会比较容易不痠痛 那医师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保健操 可以交给我们观众朋友呢 是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手臂的放松 其实手臂放松很重要 因为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病人是因为 都是因为工作很多用力 比如说写字 常常写字 或是搬重物 那我们手臂曲肌群 前臂啊 这边都是紧绷 包括我们胸大肌都是紧绷的 那这样子都会连带 拉扯我们肩颈的紧绷 所以我们首先如果先把这个 手臂的肌肉拉松 那整个肩膀就会放松很多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手臂放松 一个就是我们用这样子拉的方式 就是把往下扳用力 对 往下扳 这要伸很直吗 就是他需要这样平的还是他有角度 你任何角度都可以 就是有拉扯到就可以 只要他这90度就可以 我们主要是拉我们的曲腕肌群 曲指肌群 有紧紧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是拉前段的 那另外一个姿势就是 我们可以比如说靠墙 靠墙的时候我们这样拉 可以拉上段的这边 用力吗 推墙吗 你就是这一手搭在墙边 然后这样子拉 你去调整角度 有耶 有酸酸的 你就是会感觉这边或是这边会酸 是往下 所以往下是这一节 然后往上是这一节 是这样吗 你调整角度 你感觉酸的地方 就是对 看你要拉哪一段就哪一段酸 所以左右要同时吗 不用一次拉一侧 一次拉一侧就好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胸大肌胸小肌的肌群 这个放松也很重要 因为它直接会带动我们的肩胛骨 所以我们胸大肌的放松也很重要 那我们再放松一个是用搭墙 也是搭墙 用90度 90度 你说这个跟墙是 刚好是这样子是不是 我们就直接摸墙 直接摸墙壁 然后你身体往外转 就是往这边转 对 这边就可以拉住 这里的肌肉吗 这边 这 感觉是脖子 还是转错 你要身体往外 身体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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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对 就这边会拉到 所以正要练习一下 不然会搞错位置 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一次拉到整个两边的胸腔的 就是我们用两手交叉 然后放在背后 往后 往后仰 然后扩胸 往后拉直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个胸腔跟两侧的胸体 你做这个姿势 我想到我们小学不是有那个护背吗 然后这样不是也可以放松 是一样意思吗 但是有一个人在下面这样撑你那个 对也是 那也是你就是整个背部都会放松 所以你这个是为了要撑把这个往后撑 对 所以但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偷懒方式 是不是我靠墙 你知道训练那个脊椎直的时候 有一种就是以前我们的训练就是 你的头跟你的肩膀跟你的屁股三点要靠墙 其实也是往后撑嘛 对 这是一样的意思吗 它也有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个拉扯力量比较大 这个会比较大 所以就是往后这样往后仰拉扯 OK 所以松到我们这两个肌肉就对 胸前的 胸大肌 胸大肌去松掉之后 我们背部 连大肌肉都会松掉 其实因为我们 其实 在我们临床观察就是 你真正用力的肌群 才是 它的紧绷才是造成痠痛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背后这些肌群 它其实大部分都是被害的人 被害的人 它不是直接造成紧绷的原因 而是周边的肌肉先紧 后面才跟着紧 所以你说最紧的其实是我们这里就对 所以你按压这边的 我们按压前面手臂的肌肉 很多人它这边都是很筋结 就一条一条 有肌肉调所状 肌肉调所 那这个若没有放松 它肩膀都很难放松 所以平常我们家里就是做这些放松的练习 那要怎么样做它的次数呢 你大概比如说做了45分钟 你就可以起来活动一下 然后就把这些动作都做一遍 那还有脖子的伸展也很重要 脖子吗 所以刚刚是我们手臂 还有这个胸大肌的肌肉的放松 现在是脖子的部分 脖子的话我们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伸展我们的斜方肌 跟体肩甲肌的肌群 就是我们就是头侧一边 然后眼睛看斜下方 脸不要往上抬 这样子会拉不到 就是脸往下 要用力吗 不用用力 你就是用手轻轻搭着 轻轻往下压 往下压 脖子不要用力就放松 就是这一条吗 对 这一条 这样拉 这样子维持5到10秒钟 然后可以再换另外一侧 就两侧都要拉 所以这样要做个几次啊 3到5次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转呢 也可以 平常你这样子动作或是上下 转动都可以 但是这个是比较针对性的 针对这个肌肉 就是尤其绕枕特别适用的人 对 因为绕枕通常都是一边有问题 对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松我们的体肩甲肌 它是另外一个动作 它就是我们手这样子拉到 举起来拉到后面 拉到后面 然后我们这一手可以再拉起来 哦 然后这样搬过来 像在做健康动作一样 对 然后这一手也是可以一样 这样子 就往上撑 对 然后身体要往后仰吗 对 稍微往后仰 那所以我们这样抱头啊 也可以吗 就是把头往下按也是可以吗 也可以 我们头 我们这边颈后也有肌群 它也是会容易紧绷 我们就是做这样伸展的动作 你这样是按哪里 按头啊 我们只是轻轻的给它施加 往下的力道而已 是 那你如果是紧绷 这些肌肉比较紧绷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 我们在下压的同时 你颈部往上用力 就是比如说我手往下压 但是我头是要对抗它 对抗我的手 所以要互相用力 对 互相用力 为什么要这样用力 站姿有一个方式 站姿很快速 就是放松肌肉的方法 那医师还有没有要提醒 我们观众朋友就是 怎么样可以保护我们的肩颈 让它可以保养的 比较长久一点 最主要就是工作姿势啊 我们在长时间使用电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紧针腰直 还有座位的高度 萤幕的高度 保持视线的稍微 视线略低的姿势 不要这样 不要久了以后 就变成头部往前 这样错误的姿势 OK 今天非常谢谢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这真的是非常有实用价值 就是我们平常呢 真的要多多弄自己的肩颈 那如果你觉得 哪一天觉得不太舒服啦 也不用急着去找医生 我们先自我放松看看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马上的 可能就恢复个七八成 自己心情也会比较好了 那我们今天再次 谢谢蓝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次再见 才行 trends moved molto ええ